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栞目 胶,浓,重,蛋,应该是蛋,蛋抬到清,蛋,这个是蛋,蛋,这个叫蛋末,你看,都有对比了,你看,胶,浓,重,蛋, 所以这个是电影,电影,电影,更淡,应该跟白差不多一样,或者人家,有些人叫做白墨,this is almost close to white,so it's called white影,白墨, 再画多一片叶子,白墨,或者青,OK,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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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在我的笔上,这个是青墨,再加多些水,so this is near white, near white,在我的笔尖加一点墨, 加一点点的墨,然后我把笔端,笔身上,笔身上的多余的水, 水分取掉,不要有太多的水分,然后我们就画一朵牡丹,这个牡丹就用同样的方法来画,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画牡丹,但是我们的方法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so we use the same method, to teach your painting peony,of course there are other methods,so later on maybe we will teach you other method of painting a peony, however,now we only use this one,so you can see,you know the peony,here is darker and here is lighter,看到吗,就是它有两重不同的颜色, 这里可以转一转,转一转,转一转,然后这里可以加一片,也转一转,然后最后的这片,最后这片就比较好像平的, 是圆的,对不对,圆形,对不对,然后下面可以加鱼鳞,鱼鳞,鱼鳞, 在加鱼鳞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看一些同学呢,就是一条线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这个地方, 接触到纸面,so,so when you paint a scale, you only by the deep,is also the body of the brush as well,ok? 就是好像鱼鳞这样,painting like a scale,overlapping,看到吗,它没有,有那个互相干涉的地方,同步的地方,像你看那个铃片呢,就好像画半项,不只是线条, 好,好,好了,现在我们画外围的那个画半,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更淡,so now we have two methods, Either when we paint the outside,we use a darker color,or you use a lighter color,so in this case,let me,let me use a lighter color,so almost like white,almost like white, 就是白墨,净白墨,就是跟纸的颜色,有一点很小的分别,so when you contrast with the white a little bit on it,ok? so in the choice,you can start from the top,你可以在线上面开始,在线上面就开始,加一半, 刚才就是,呃,同学,有些同学呢,就把这个画半啊,没有,没有分别,就是说把它都分开,最好呢,还是有点分别啊,有点分别啊,有点分别, 而且怎样把它重叠 so how do we paint the so that the OLED so don't start from here 不要从这里开始 再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好吧 是跟这个 这里有些重叠的 有些重叠 而不是另外再想出来的 同样 当我们再加另一个 也开始从中间 开始从中间 从中间开始 这样它就有点同叠 而不是分开的花板 知道吗 然后我们这里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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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我们的手 所以它是有点限制 所以我们需要 抹拌 2匙 反正 一匙 它有重叠的 所以 我们也要重叠 我们重叠 一样 在这里 我们重叠 一样 对 所以 在这里 使用一个 所以我也想要它被迫在这里 我想要它被迫迫 然后我必须要逃脱 一点点在这个角度 也要使用两个玻璃 两个玻璃 在这个尾上也会坏一点 好吗 嗯 so in the in the front here right so i could add another pattern i also over overlapping the peony right then we can add a bit here at the center there the firm ink or heavy ink okay ok 现在我们的就是用就是墨色的那个那个它的那个名词 the all the five color ink color term so this is this is gel ink or重 ink heavy burn ink or heavy ink ok 也可以在有些地方可以加重一点 加重一点的色 有些地方可以加重一点色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说的 picking up the better some places we pick up the better 就是check 现在要用比较重的墨来切切刻一片 现在我可以把它切成两片 有些地方可以把它切成两片 so you can pick up the one better into multiple better as well right that's how you can do it okay so basically uh so basically uh uh you see uh you know the the peony flower right the rest will be similar or like uh like the leaf etc will be similar ok yeah 现在可以继续画叶子啊 现在可以继续画叶子啊叶子 用我们的方法 啊也老师教的方法这样画叶子 so we put a dot a leaf using the math that we learn before ok so later maybe we we will uh do a bit more the plant juice and drink 啊 等下我们呃也是 比较 就 终于啊 把那个 怎样画那个 处置啊 啊 的方法 再讲解一下 tree in tree in mangrope啊 三片叶子一组一样 三片叶子一组 有些叶子可以画大一点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因为这个牡丹花极的时候 叶子比较茂盛 它有 叶子放在这里 后来我们可以用红 也可以用红色 它不重要 基本上是红色 用红色 用红色 或用红色 我们可以加红色 上面的呢 上面是青椒 比较嫩的叶子 一般上都是这样 比较嫩的 一般上我们都在那个花的上面加 加一些嫩的叶子 是 we usually add a bit younger lip on top so usually you know the stoop you can see stoop a bit longer i run i run the brush a bit you know in a lang-wise right direction ok instead of moving my brush side way 这样 下面这里呢 也可以加一些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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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的叶子 加几片 这样 加几片嫩的叶子 这里 yeah at bottom so at the young lip ok 这样的话 就是 这样 比较 如果要换嫩枝的话 那么 嫩枝的话 当然用颜色 跟用这个 黑白呢 是有点不同 嫩的 呃 枝 所以 let's say a pen a pen 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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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ches from the bottom right let's say ok so basically 可以用 你用原色呢 就用 花青一点的 胭脂 在笔端上 那些比较嫩的脂 比如说这些是比较嫩 嫩的脂 嫩的脂 嫩的脂呢 它是比较有很多小的分脂 小的分脂 然后呢 我在这小的分脂上呢 就加 加那个 牙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黑白的 黑白的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我可以加一点颜色 就是好像 点这些牙 用红色点 或者我们在这里 用白色的 用白色的 去显示 用白色的 它不必要是 100% 必须用 黑白的 去显示 以为 可以 把整个画面的 好 现在 当我们勾金的时候呢 刚才我看一些现场的 好 有些勾金呢 因为太湿了 太湿的勾金 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一定要 用我的手这样 轻轻的感觉一下 当然 如果它是 还是很湿的话 我们当然 我们手会有一点 膜 站上来 其他呢 就是 你 你这样 感觉的时候呢 它那个 那个 水分呢 还是在那边 比较冷 比较冷 比较凉 所以你触摆 所以你触摆 你触摆 你触摆 那么一 然后 感觉到温暖 如果温暖 温暖 温暖 如果温暖 所以你触摆 你触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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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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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 温暖 如果温暖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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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 加枝 因为这个 这个牡丹呢 它有很多 小小的 那个 小枝 所以这个也是要加进去 然后 这个牡丹那种茂盛的形状就会比较更加有活力 加枝 有些枝要连接到变叶子上 在一个连接叶子的地方 有很多那个枝要穿插 所以有很多蜜蜜在栋子上 因为牡丹会常常常常常常的蜜蜜 所以有些蜜蜜可以变大大的蜜蜜 所以,在中心中,在中心中,你可能有几乎的老鼠 像这一样,这一样的老鼠的老鼠 这个是去年留下来的老枝 去年留下来的老枝 有些新的枝长出来了 这里也有一些新的枝长出来 新的枝就用比较 用中末或者 比中末更浅的末 所以当我们用颜色的时候 也可以用一点比较浅的颜色 当我们出那个枝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写上的枝 你可以从这纸下面开始出枝 但是你也可以在中间出枝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泥土 或者什么 当你们画那个枝 有触杆从这里出的时候 有很多 比如说我说我现在我要出三个杆 从这里出三个 如果我从这里出三个的话 不要在同一条线上 别开始从同一条线上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多一个杆 等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可以加花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就私家 只是教你们这个 出枝的方法 另外一个技巧 就是当我们这个枝 如果这个枝从这里放出来 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枝的话 如果说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枝 要从这里穿过去 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枝 如果这个枝是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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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停止 知道吗 就是说 这枝是从后面穿过去的 老师有讲过 但是可能可没有讲的 很清楚 大家没有留意 so make sure when you have anything crossing here leave a blank to go out ok and these are the same here 好像这些小字 有些地方呢 你看这个是 一般上都是这样 30度 45度 等等 但是有些地方呢 就让它 90度这样 停在这里 然后穿过去 穿插过去 现在我们再试试 看看那个 那个椰子的 那个 干度怎么样 比较上市 比较好一点 比较干了 那么我们就用 用浓墨 就是有点水分的 那么 用浓墨 用浓墨 浓墨 浓墨 用浓墨 浓墨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要注意就是有这三点是很重要的 这叶子的基本这个形状已经形成 然后可以加其他的 要有三点 尾端这里要注意三点 这样的话你的叶子的形状就好看 所以确认有三点在尾端这里 同样就是这里 有些地方就是照老师讲的 这些转折的地方把这两条线条 然后拢起来 所以当你选择这条线 有些时候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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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这里出的 所以你这里 一定要加多几个 几个小的字 所以在这里 确认有些时候 有些小的小的转折 来到这里 要确认有些小的小的 小的转折 所以确认有些小的转折 这些转折 我们会有些小的转折 可以加一些小的转折 所以我们也有些小的转折 也有些转折 看起来 有些转折 这些转折 很重要 所以我可以使用短暗的 短暗的 这是年轻的棉子 所以这棉子的棉子是比较多的棉子 所以它们是比较多的棉子 它们是比较多的棉子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棉子的棉子 这棉子的棉子是比较多的棉子 这棉子的棉子的棉子 它们是比较多的棉子 所以这个棉子在这里 你下面的花荷都是被挡住的 都是被挡住的 但是有几个墨色的作为代表 所以也是可以的 有些人也加 它那个花荷有些好像叶子 一片一片从这里长出来 如果加了花也是相当好看的 你可以一直看 相当好看的 相当好看的 相当的话你就把那个花完整了 其余呢你就是在这里点台 所以你可以加了一个组织的 所以你可以加了一个组织的 这些组织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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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画颜色的话 如果你不画颜色的话 你就用白咯 我们要白色 加一点白色 在这个点 画性这边点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加了 一些组织的组织 织的组织 织的组织 织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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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线条 先加线条 然后 在上面点点 1点3点 3点 3点 Randomly no need to be true Randomly 可以 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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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上面在这里点几点鼠红也可以啊 点几点鼠红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这里点一些红色的牙 红色的牙 so the lip bud usually this is a lip bud 也可以啊 用一点的比较 有点好像胭脂 你看这个鼠红加一点就变成胭脂 more like, you know, 特特卡啦 在这个热页上加一加 勾一点金 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 so now we basically finished printing this one for us yeah 对